全國大專校園運動會 在今日陸續點燃戰火 其中提操項目 由亞洲貓王之稱的唐家鴻 備受外界關注 原因在於他在今年二月十六號 出國前的此辦測試賽 遭遇左腳阿基里斯劍斷裂的傷勢困擾 只是開刀至今才兩個多月 竟然就在全達運選手名單 看見他的名字 重點是他開刀結束 到恢復訓練的速度 更是快到嚇人 真的 我的電話是 幾乎是二十四小時 他打來 我還要清喉嚨 很有精神說 欸 家鴻 你找我嗎 他每次都 老師你有空嗎 我能拒絕嗎 家鴻一直在跟我討論 他說那世大運跟亞錦山 他真的很想下 那最後我妥協就是說 那調環就讓你稍微玩一下 其實我覺得大概四 三 四到五成左右 就還沒有 因為現在 現在算是可以正常走路 但是就是彈跳那些就是還在 因為還沒有滿三個月這樣子 但是就是上肢跟核心一直有在 有在持續的訓練這樣子 在這過程中 其實腳恢復的狀況算還不錯 李跟老師溝通之後 老師才願意讓我下調環椅象這樣子 原本預估要修養三到六個月 但實在擋不住唐家鴻想上場的決心 最後操練讓他在全大運上陣 以對早負擔最小的調環項目 果果乾硬 儘管目前傷勢才大約恢復一半狀態 今天以安全下環的方式落地 不過最後還是拿下十二點八五分 是所有選手當中第三高的成績 也幫助台師大拿下公開男團金牌 接下來唐炸紅也會努力養傷 放眼國際大賽 我跟老師的溝通下 其實目標也是鎖定在亞運跟試錦賽 希望可以代表中華隊可以去爭取這個分數這樣子 亞運也好 試錦賽也其實對明年的奧運 其實都非常重要 因為實際上 實際上這次的受傷 如果往好的方向去思考的話 我跟他也有討論 本來他是自己設定二零二四或二零二八 可能就告一段落 那他現在因為這樣的狀態 他回復也比較好 心理上也獲得一些調整跟沉澱 所以他現在就跟我講說 他應該會想要拼到二零三二 所以說我覺得也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他也拼很久了 唐嘉宏不只曾拿下二零一八年 雅加達亞運單槓金牌 二零二零東京奧運 更拿到個人全能抵其名 洗洗臺灣提操時尚全能最佳成績 在經歷上市困擾以後 唐嘉宏希望能趕在今年秋月 亞運跟試錦賽回復狀態 重返國際舞台 繼續為臺灣爭取家機 環具台採訪報導